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772集 盲流这个概念是50年代的时候有的 那会儿国家比较困难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城市里没那么多工作岗位提供 这些人到了城里只能打零工 生活没有保障 也不便于城市管理 国务院就发布了一个 劝指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标 盲流这词就有了 后来单靠劝还没办法 从劝指到了制止 所有没经过允许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 通通被称作盲流 这个经过允许 就是指介绍信 一个农民要去外地 就得有去外地的原因 是替村里买种子化肥和农具呢 还是外地探亲 介绍信上写清楚目的地 村委开的介绍信 要拿到箱上盖章 有的还需要线上盖章 介绍信不是那么好开的 正因为开介绍信过程严格 拿着介绍信在外地采管用 现在改革开放 各项管理没那么严格了 私人开招待所的也有 这种小店不需要介绍信都能开到房 听说以后还要全国推行身份证 要用身份证取代介绍信 那也需要时间 反正拿不出介绍信的盲流闹事 公安同志说去看守所关两天 是符合规章制度的 夏大军这时候再改口都来不及了 派出所每天要处理很多的鸡毛蒜皮的事 有的教育一番就放了 有的是要关一关的 盲流没抓住就算了 走在大马路上 好端端的公安也不会挨个检查介绍信 但盲流还嚣张要惹事的 派出所也不会手软 夏大军这时候说自己是征荣集团的人 说跟着老板来的 介绍信放在白云宾馆云云 派出所的同志有点不走心 行行行 知道了 我们会去白云宾馆查证的 我们哪 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分子 没查清楚前 先去看守所待着 夏大军四人被带走 陈希良在旁边听得清楚 要真有港商要保他们 夏家人关不了两天就得出来 这些人死皮赖脸的还挺麻烦 他要不要告诉夏小兰一声 陈希良出了派出所 这一场的工人们还等在外面 都问他麻烦有没有解决 谢谢各位元首 公安同志把人送看守所去了 不知道哪里跑出来忙流闹事 把我客户吓住了 我的损失找谁配价 陈希良的货都已经生产好了 京城那边要的货 也都打包送上了火车 这时候可别出什么岔子才行 陈希良一边给工人们散烟 心里也有狠劲 在露娜品牌上 他已经把全部身家都砸进去 这不仅是生意 还是他的梦想 林开业了 就算港商要和他为难 陈希良也没打算退让 个体护杂了 人死鸟朝天 谁要欺负他 他都要先咬下对方一块肉来 陈希良回店里的时候 显得挺轻松 刘芬和李峰梅都还没走 没事 这四个人都拿不出介绍信 全给送看守所去了 等他们放出来 你俩都坐上回去的火车了 没介绍信 李峰梅和刘芬都没想到 没介绍信到外地的人绝对有 从别人手里买火车票 或者中途偷偷上车 这种人都很低调 生怕被公安抓到 没介绍信还像夏家人这样的 李峰梅是真没见过 他们脑子有毛病啊 小陈老板真是谢谢你 陈希良摆摆手 半点没提争容集团的事 还说感谢刘芬和李峰梅 给店里提建议 我之前和小兰通过电话 她说送去京城培训的店员 坐上了回阳城的火车 等他们一回来 把衣服运烫整理 露娜的阳城店啊就能开业 本来是想3月15号开业的 现在看来得推迟两天 三个店员回来 陈希良还得自己交一交 就像夏小兰说的 店里的衣服怎么挂 橱窗怎么摆都是学问 陈希良把家底都压在了 露娜的品牌上 任何事都恨不得能亲力亲为 半道窜出来几只疯狗 被陈希良当机立断 送到了派出所 按说这事也算暂时压了下去 可刘芬心里总不得劲 那以后 我还总得逼着夏家人 有他们在的地方 我都不能去了 刘芬有自己的想法 过年的时候 田家给她的刺激也不小 老师就是要被人欺负 她又没做对不起夏家的事 双方遇到了 凭啥是她退让 换了李凤梅 对夏家人是见一次骂一次 她估计小姑子是做不出来的 男人都自以为是 巴不得离了婚的前妻啊 也不找新人 夏大军 也还当你是她碗里的菜 她未必是要和你复婚 她就是见不得你好 就我和前面那个一样 想我生不出来 我说分开 她又不甘心 等我嫁给你大哥 第二年 儿子一生 她就消停了 她瞧刘芬听得入神 推了推她 你找个比夏大军强的男同志再婚 包括 她看了你 都有绕路走 这事儿李凤梅最有经验 她嫁给刘勇后 前面的男人再不敢来纠缠 不是刘勇多有权有势 而是李凤梅很快怀孕了 这就证明了 不是李凤梅不能生 是前面的男人有毛病 男的 谁不在乎这方面 生怕被人议论 哪里还敢来李凤梅面前丢人现眼 李凤梅觉得道理是一样的 刘芬听得愣神 不知为何 她想起汤红恩 塞给她的联系方式 有需要帮忙的就找她 刘芬想抽自己两下 她要是联系汤市长 不是乱给人想法吗 两人不合适 态度就要坚决一点 不能一会儿一个变 比夏大军强的男同志 不仅是汤市长 他哪里配得上汤市长啊 而且他的事 为啥一定要靠男人帮忙 刘芬不知不觉 也被夏小兰给影响了 马上否决了李凤梅的建议 她想堂堂正正地摆脱夏大军 不管夏大军咋纠缠 她的态度都不能软化 她可不仅是为自己 还要保护小兰 一阵风吹过 夏小兰觉得鼻子有点痒 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她现在就站在军医总院的门口 周成忙着给石凯母亲安排医生 夏小兰上午的课完了 就自己坐公交过来了 想到石家的两个小孩 夏小兰拎了两罐奶粉 这东西不仅小孩能喝 还能给老年人补身体 总不会送错 照着周成给的病房号 自己找上去 走廊的座椅上 一个乡下媳妇模样的女人 在抹眼泪 怀里抱着个婴儿 喂嫂子 夏小兰试探着开口 对方闻声抬头看来 她就知道 自己没找错 那么我们 کا咄嗦 那么你不会走ды 干什么 但是我还没找到 我刚刚才à 嗚 meals 糖尝疯了 这么做 很脆 cừ兹